由杨阳赵露丝主演的电视剧《且是天下》终于要迎来大结局了 同时还有黑风白笑大昏的明场面也来了 遥想之前浪迹江湖的白风西河等潇洒思议 变成青州风王之后画风突变 看到雍州有人来提亲属下大臣不同意 他着急了 他对下属说 不是都和大臣商量好了 咋还阻拦呢 让你把我们的故事编成画本流传出去你做了吗 得到属下肯定的回答他才放心 咋感觉此时此刻的风西云有点恨嫁呢 虽是风王却尽显小女儿仇嫁的姿态 赵露丝表演的这一段也太可乐 两人大婚也是十分隆重 婚前风蓝西便以十里花海相迎 看着不远处缓缓向他行来的车架 风蓝西有一瞬间的愣神 幸好大哥在一旁及时提醒 才避免不必要的尴尬 而大哥风长看着自己的弟弟成家立业 可能比新郎官还要高兴 两位新人在拜高堂的时候 大哥满脸的欣慰 甚至眼睛里蓄满泪水 故而低头忍住不哭 回过神来的风蓝西笑着走向风西云 腰功般地说 我说过 等亲王驾铃必定以十里花海相迎 他也真的做到了 这点让风西云很是满意 十里花路亲人祝福洞房花烛 黑风西 从今以后我只愿与你同罪 你愿意吗 白风西 但愿君心似我心 定不负相思义 到了雍州以后 风西云真是一刻也不得停歇 前脚刚在雍州百姓和官员面前亮了相 后脚就被丫鬟们伺候着 定下大婚当天的妆容 发簪和婚服 可怜的风西云等的都要睡着了 难怪他一直在江湖上游历 王公里的规矩真的还是蛮多的 不过好在现在有风兰西宠着 丫鬟们退下之后没多久 风兰西就直接进来了 还被风西云吐槽她不守规矩 在新婚前夜就来见新娘子 风兰西对此倒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还直接说 从她到达雍境的那一刻起 要不是知道有人在 她老早就来见她了 还说自己准备了很多好吃的 这下是彻底勾起了风西云肚子里的蝉虫 当即就要拉着她去大块躲衣 但走了两步才想起目前的处境 担心会不会不太妥当 然后就被风兰西嘲笑了 你什么时候是个守规矩的人了 但你说归说 怎么还非要凑到人家耳朵跟前说呢 不过对于二人现在的距离 小二还是很满意的 洋洋的神仙颜值 加上风兰西对风西云的柔情 这就是完美伴侣呀 试问哪个女生不想嫁给这样的男生呢 也明白风西云恨家的心情了 看到白风西大婚的名场面 弹幕直接呼吁可以大结局了 这是有多盼望他们大婚 对剧情是有多嫌弃啊 两人大婚的花絮也很搞笑 洋洋一把抱起赵露丝 走向两人的婚床 两人喝交杯酒的时候 赵露丝还提议 感情深一口闷 洋洋都愣了一下 等到万众期待的洞房吻的时候 花絮更是甜到炸裂 洋洋玩心大气 捧脸吻变捏脸吻 赵露丝人都傻了 这还不算完 捏脸沙刚完了 碰头沙又开始了 这一下是真把赵露丝撞懵了 这确定是两个成年人吗 怎么看起来那么像小学生斗嘴呀 最后洋洋和赵露丝的头发还被勾住了 果然花絮的彩蛋终会有惊喜 不过这部剧的剧情 确实是让人遗憾 删减戏份多 大结局之后大家终于可以整理一下花絮了 因此大家对比出了不少拍摄 但是没有播放的剧情 其中最惨的就是还娘了 还娘是有自己完整的一条线的 她在离开风蓝溪之后 进入了风菊府中 成为了一个卧底 而风菊本来就喜欢还娘 在大哥鞭打还娘的时候 她还面露心疼 趁着还娘在她府中的时候 更是向还娘告白了 但是就这么好看的一条线 居然直接给删没了 而且据说还有小演员的戏份 也都给删没了 大家都吐槽小演员耽误什么了 居然也要被一剪没 当然不是只有这一处删减 风蓝溪和白风溪 归影之后的生活 并不只有剧中的倾苦生活 富贵生活也拍了不少 结果那些也都没放出来 搞得大家以为风蓝溪归影之后 过的是什么苦日子 还为风蓝溪不值呢 觉得风蓝溪不应该放弃江山 第二就是风蓝溪只剩下十年寿命 白风溪和风蓝溪被欲无缘算计 白风溪为了摧毁火炮 结果自己被炸伤 风蓝溪为了救白风溪 不惜找到天机老人 动用雪老天山 这门秘术以命换命 救了白风溪一命 然而大家却是 风蓝溪只剩下十年寿命 后面风蓝溪放弃皇位 也和这个有一定的关系 毕竟寿命无多嘛 珍惜眼前人 秦王对风蓝溪说的话 她还是记得的 这点和原著有着很大的不同 原著中 风蓝溪因为白风溪也是一叶白发 寿命不多 之后呢 被神医给救治好了 但也因此意识到了 白风溪比天下重要 所以选择归影 后来两人回归江湖 还做了十年的武林帝王 后来天下安定 这才再度归影 原著中 风蓝溪最后和白风溪是白头偕老的 但是剧版改动太大 风蓝溪十年之后死了 那白风溪怎么办 令人遗憾 韩普走了 在这里面我最喜欢的配角就是韩普了 这个小朋友太可爱 太有爱了 自从韩府被灭 白风溪救了他之后 他就把白风溪当作亲姐姐 照顾他 爱护他 维护他 天双门掌门被杀 狼华认为是白风溪杀了人时 还给了白风溪一刀 为了查明真相 韩普偷偷去查看了掌门的身体 就是希望找到蛛丝马迹 证明白风溪的清白 听说白风溪是风溪云 秦州的溪云公主后来的风王 她立马想着为姐姐出生入死 白风溪是风王 她就是她手下的兵 白风溪是姐姐 那么她就是维护她的弟弟 玉武员花了五年时间 造出了三门大炮 让东书放将军 带着骑兵前去杀了白风溪和风蓝溪 为了救白风溪 韩普直接在乱剑之中被射死 那些人是冲着白风溪而去的 韩普为了救白风溪而死 已经活到了最后一刻 只差一点点 韩普就可以实现自己的愿望 去开一个医馆给百姓治病 当一个当时大侠 愿望还没实现 却死在了战场上 但这只是电视剧的结局 其实且是天下有隐藏的彩蛋 告诉大家另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结局 再且是天下第四十集的结尾 正片结束后 解说苍衣上线 说到白风黑溪最后隐居山林 过得生活很好 但是在后面却说到 有个小孩揪了他的尾巴 当时苍衣还大喊着 风蓝溪白风溪救命 虽然彩蛋中没有看到小孩的身影 也没有看到小孩揪苍衣的尾巴 但可以肯定的是 这个小孩很调皮 像极了白风溪 看到这儿大家明白了吗 白风溪和风蓝溪有孩子 并没有说两人没有孩子 有了孩子是不是十年后风蓝溪死了 白风溪就要跟孩子相依为命呢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风蓝溪也没死 虽然一命换命让风蓝溪只有十年的寿命 但并不代表一切没有转机 这个转机就是兰英碧月 兰英碧月的齐用大家心之肚明 当时白风溪经脉禁断 风蓝溪内力全尸 本以为回天乏术 是兰英碧月的花瓣救了两人 不过他因老人培育出来的兰英碧月 在当时已经用掉了 只留下花种 种子嘛是不可以直接救人的 所以风蓝溪隐命换命的时候 没有用兰英碧月 但是兰英碧月可以培育出来 当得知风蓝溪只有十年寿命时 白风溪就一直在暗地里培育兰英碧月 虽然过程十分艰难 常常失败了又重来 看到一点希望又破灭 但白风溪没有放弃 终于黄天不负有心人 兰英碧月的花被白风溪成功培育出来 风蓝溪得以活下去 两人幸福地生活下去 原著中也是这样的结局 只不过剧中没有拍摄出来罢了 所以说解释天下的正片结局 看似有点逼 实际上隐藏彩蛋却告诉大家 这是一个幸福结局 白风黑溪不仅有孩子 而且还幸福地生活下去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